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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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語有魂 衣食主行 除了時代的進步 人類對住的要求愈來愈高 設計師YukiO 與你唱談 室內設計心得 為你介紹流行的設計風格 和你一起竹字室 歡迎收看第二次的竹字室 你收看的是MIHK.TV 我是YukiO 我是Natalie 我們剛才第一節 因為太豐富 講不及第三個建築物 我們留下星期講 因為第二節將會更豐富 我們上星期訪問化妝師 化妝師 我想我是第一次做DVD環節 做得那麼舒服 是否見到我很興奮 因為你兩個女孩子 一聚在一起 都已經是BD巴拉BD巴拉 我就不需要很多講話參與 我見到你倆已經很投契 其實我今天這個妝 都是單單幫我化的 難怪名艷照人很多 是否跟上次感覺不同 絕對不同 我今天見你背影 我不認得你 我見到你不敢叫我 我有點惡言 我以前見到你 今天有點wild look 是呀 皮褲 feel 上次就是公主 公主 feel 我們馬上去片看 到底和單單的化妝師訪問 好呀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DVD Designer vs Designer 我今次邀請到一個重量級嘉賓 他有Magic Hand Magic Hand之稱 太台舉了 Less Makeup的創辦人 單單做我們今集的嘉賓 不如你說Hello Hello 大家好 還有我的拍檔Natalie 大家好 我知道單單很厲害 她入行的年份不太長 但她已經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譬如她有教書 又做了一些pre-reading 又做了一些化妝的講座 又有很多雜誌廣告訪問你 最近又有很多自己拍的Youtube頻道 去教人化妝 那我想我們今晚會很豐富 因為三個這麼貪美的人坐在一起 我們剛才已經是編發了很多事情 好 首先我想問一問單單 我們想知道其實是怎樣去入行做一個化妝師 就是你化妝那個 身材 為什麼你會選擇做化妝師這一條路呢 其實都有點關於以前小時候 我的志願是的 OK 對呀 我到17歲左右呢 那一年寫了一張小紙 對呀 就標記了十個人心目標 其中一個就是做化妝師 那真的是夢想成真 其實都算的 對呀 夢想成真 很少有人拿我的志願是化妝師 對呀 因為有少少關於 其實我有第一志願 第二志願第三志願 可以考試學 可以兩位觀眾分享一下第一志願是什麼 其實我第一志願那時候想做歌手 第二志願就是做畫家 對呀 第三志願就是化妝師 全部都是藝術方向的 對呀 我小時候已經知道自己是畫畫 唱歌那方面的人 很有天分的 對呀 但是又覺得做歌手好像是很 發明星夢 對呀 我們先說兩句 哈哈 我們唱歌 我們唱歌 好 接著做畫家 我好像記得王子華有個討論 說畫家通常死了之後 那些畫家才會出名 對呀 又是在香港好像沒有什麼出路 如果做畫家 嗯 其實我有教過畫漫畫的 對呀 那之後就覺得做化妝師就會有出路一點 嗯 嗯 那其實你本身有些藝術的底 就是你有學過畫畫 或者是小時候可能已經畫畫畫畫 那樣 所以就有幫助你在這個化妝這個行業上 對呀 有關係的 其實畫畫設計呀 化妝這些都是 真的都是藝術的東西 嗯 有個底就會有一點的 嗯 OK 那你剛才說的王子華 我也記得王子華說的說話 就是 女孩子化妝 化妝 化妝 那些學生到底怎樣去分析一個妝 或者怎樣去做 嗯 其實呢 每一個藝術 那如果是美感那方面 都會有一個standard 嗯 是的 那如果正常女孩子的樣子 那會有一個叫做黃金比例 嗯 那一般來說呢 其實會越貼近黃金比例呢 就會越散發到有一種美的感覺出來 嗯 那很多時候呢 有很多女孩子就 嗯 化的時候亂的化 那有可能自己是 不適合比例的那些東西 嗯 加深了 那就變了呢 有時候會化完之後呢 更加覺得 現在有一點點不適合的 嗯 那我們就會很多時候教他們呢 是 怎樣避重就輕 嗯 把自己漂亮的東西 保留加強 然後將一些 可能比例上不適合的東西 那就會調節 或者淡化了去 那就可以 其實 其實不需要農妝 都可以那個感覺上 差很遠 有沒有一些 就是我們設計呢 就有黃金比例 就是有些追求的東西 嗯 那對於你們化妝來說 可以簡單說一下 什麼叫做黃金比例呢 就是譬如 有沒有面型啊 眼睛啊 那些是外面型的 可能他們就會是型格的 那些就另外計的 嗯 如果傳統審美觀 美女標準的話 那就是鵝蛋 怎樣才算是鵝蛋呢 其實 例如拉爾里維拉拉 其實你都很貼近鵝蛋 對 但是呢 這個位置呢 比較瘦少少少 可能你要摸一摸鏡頭 對 這個位置比較瘦少少 那如果漲一些呢 那就可以更加突顯 那個流線上面呢 是順滑 因為鵝蛋呢 就不單止是 你一個橢圓形 煎煎的 不單止 它還是要計算 可能拳骨 啊 梳骨這些位置 你會不會很刺出來 我算不算是 但是下巴不尖 就是我看有些下巴尖 一些 現在的人就好像流行這一種 你都尖的了 對 是這個位置 可能你吃肥一點會好一點 吃肥一點 多謝你 對 所以呢 現在呢 有些什麼醫學美容呢 眉整形 都不止打鼻打下巴 那些人會打太陽穴 即是打仗 其實就是為了這些位置的流線 想去舒服一點 就會看起來 因為扇條很影響一個人的感覺 嗯 但如果眉弄得稀一點 都會惡一點 嗯嗯 那如果圓一點的話 就真的會女性化一點 溫柔一點的感覺 對 溫柔一點的 如果那些女生的臉上 起角呢 你會覺得它是很strong 很硬 嗯嗯 嗯嗯 但是男生好像就有角漂亮一點 對 男和女的審美功是 是很多東西不同的 黃曉明 古天樂 對 就是這裡有些角位 千萬不要用女生化妝的方法 把男生那裏 就很多時候會變成 會變成這樣 會變成這樣 哈哈哈哈 黃色呢 那些男生都很喜歡畫眼線 我看到 這些就是風格的東西 嗯 但是風格的東西 一定會有潮流 是啊 如果你說審美功裡面 我們是一些比較是 就是 你能夠耐看的 可能十年後的照片 真的會更加審美功 會比較好一點 對 例如現在的韓式妝 嗯 會有時候嘴巴化得很厲害 哦 即化得嘴巴很厚嗎 嗯 很鮮色 很鮮色 是啊 這些也是風格上的東西 嗯 嗯 嗯 其實我覺得呢 化妝呢 和我們設計 室內設計呢 有些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譬如我們 都是幫你 幫人去美化它 我就幫家屋去美化它 那 但是呢 譬如 我覺得室內設計 譬如我做 有一個名字的 有什麼名字 有一個名字是叫做 形象優化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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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經常都覺得自己是一個裝修師 即幫人家的臉裝修 應該要請你 不是 我的意思是 譬如 我們去設計一間屋的時候 我們要 Taylor made for 某一個人 或者那個人的 taste 可能你會喜歡英倫風 我喜歡工業風 我喜歡modern 他就喜歡復古 但是化妝呢 反而我覺得是 就是 人人都會看 其實有很多人的審美觀 都會 都會覺得是 某些人是特別漂亮的 譬如你現在見到 那些韓星 你省眼望 你一定會覺得他 很標誌 這個審美觀 好像 好像小一點 那個範圍好像小一點 那是不是會令到你都很影響 你 就是設計一個妝 或者你去做一個 形象的時候 就是你都會follow那些潮流 嗯 我會分析你的響 譬如我找你化一個妝 那你會怎樣去 就是你整個過程 設計過程是怎樣 整個設計過程 嗯 那就是 通常我會跟你聊一聊天 譬如我今天上來化一個妝 我準備去喝 嗯 嗯 我第一 我就會問你一樣的 你趕快穿的衣服 是 ok 因為都幾 關 穿衣服 你已經可能本身是有一套衣服 你是買定了 喝去喝衣服 喝去喝衣服 女生好多的 我會很重買定的 ok 很重視的 那就是 我們會 首先 那你買了的話 有時真的不太浪費 嗯 就會是 根據那件衣服 怎樣去搭配到個人的外貌 嗯 那我再去設計個妝出來 ok 那也都會跟上去那個面型 啊 還有那件衣服 本身搭配不搭配的 嗯 那盡量都可以整件事是 整體的感覺是和諧 嗯 即是你不會穿到那件衣服很高貴優雅 但是你化一個很高貴的妝 嗯 就不配合了 對 所以是看正確的 我們都其實盡量是遷就客人本身 現有有些什麼 那我們配合他 如果是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發揮創意 ok ok 那我見你剛才說你都會幫設定頭 嗯 那你設定頭和妝配合有什麼心得呢 嗯 那又是一些 現在設定頭呢 其實也是關於一些線條上面的東西來的 嗯 那有時候我們的妝容 是不能夠完全改變了一個人的面型 嗯 去到最美的嘛 嗯 那就會靠設定頭 那設定頭呢 我給你一個例子 好 是直頭髮會看上去比較純一點 嗯 嗯 嗯 但是如果直頭髮加了少少微彎在尾上 在尾上 我知道尾這裡只是少少 少少微彎向內屈 那你會覺得個人看起來是可愛一點 對 多了一份溫柔的感覺 日替那些感覺 Kawaii 嗯 如果是一個很大波浪的彎 你會覺得很隨意 隨意 隨意的 但是如果是一些很小波浪的彎 這樣爆的 那你就會覺得是很威風的 但是譬如我們這些長頭髮 是不是經常弄細彎的呢 嗯 曾經有一段時間是流行過的 嗯 但是有可能弄過的人 再看回那張照片 會覺得 好像會 過時了 那樣的 就不會是維持著很多年之後 都不覺得漂亮的 除非你整個人的那套衣服 對了 你穿皮褲 OK 然後穿長蝦 是的 握著電單車 哦 很活動的 那你整件事搭到 那你沒過一張照片 你拍過的 就會這樣看 烈火少女 對 但是有時候不是的 有很多人可能穿普通T恤 牛仔 突然整個爆炸頭 對 那就會可能 那些照片給大家看回 就可能有一點點不合 有個為我感 這樣 對 所以都是看整體 對 有時候還要跟攝影師 燈光的那些 我們要溝通 或者要拍低的那些 OK 所以結婚也有很多 對 結婚也會有很多風格 現在的新娘 這陣子很多 喜歡Vintage Feel 嗯 因為現在流行長袖的分衣 對 蕾絲的那些很美 那就會比較 看上去 有種味道 是高貴一點 嗯 嗯 那其實呢 有沒有說 什麼不同膚色的人呢 嗯 其實就會有些 不同的化妝技巧 譬如如果我是一個 白人 或者我是一個 黃種人 或者我是一個黑人 那本身的底色已經很不同 是啊 那有沒有一些 有些不同的化妝技巧 要注意的呢 我給你一個極端的例子 OK 如果是黑人 嗯 黑人其實你本身 正常的化妝手法 用在他們那裡是 沒有用的 想不到顏色 所以是不是要化一些 很閃的東西 才看到有眼妝 跟黑色有對比的顏色 那才會在他們的樣子上 能夠見得到 因為譬如看那些 fashion show 他們經常都塗了 眼睛 像是彩色那樣 好像藍色 紫色 這樣 就是要很sharp的顏色 是啊 sharp一點 如果你是暗一點 其實跟他們的皮膚顏色相似 就會跟他們本身撞了色 好像黏了底的 是啊 是啊 還有底的方面 我們都可能盡量 令到他們看上去黑 雖然你是黑 但是黑得你是shy的 黑珍珠 對 看上去是健康的 但黑人的輪廓 會不會容易化呢 我看到他們那些比較凹凸 分明一點的 嗯 會 其實 你自己的凹凸 是不是 就是拳骨 對 對 通常如果黑人 他們很多時候 你看到都是走 一些妝 都是走creative 對 所以反而這樣 又不是太重要 是啊 可能他們本身的拳骨 是比較凸 是比較凹凸的 在風格上 其實會覺得 那個人是 比較聰明一點 然後呢 他們是 看起來 那個人是有權力一點 嗯 然後再配上一些好 就是 貓眼啊 什麼妝呢 其實整個感覺都會 都幾漂亮的 嗯 我想問問你呢 除了黑人之外呢 黃種人 和白種人呢 那化妝有什麼提示 可以多給我們的觀眾呢 嗯 如果呢 黃種人呢 即是我們香港 或者是 中國 這一方面的 就叫黃種人 嗯 我們皮膚上面 很多時候都會 比較容易 暗 暗牙一點 還有呢 顏色上面 少少偏黃通 很多時候看起來 會比較累一點 是啊 黑眼圈又很容易見到 是啊 我們很多時候 會用一些 吞飾的技巧 是的 那例如粉底上面 可以選擇偏紅通的 即是粉粉底紅色那些 是的 偏粉紅的通 那望上去呢 個人就看起來精神一點 是的 那也都可以避免了 如果你本身的皮膚是黃底 再用一些偏黃通的粉底 例如再顏色也是偏黃通的 是的 那會塗在身上 會黃上加黃 或者皮膚本身不夠白的話 也都會望起身 好像有點灰灰的 是啊 因為我看到很多女生化妝 即是她們皮膚不白 但又用一些很白的粉底 最後就變成了兩折色 變成了兩折色 像藝妓一樣 化到自己 是啊 是不是很多這個情況呢 亞洲人其實 很多時候 那些皮膚不夠白 然後呢 但是很多時候你買粉底 不是專業的品牌 很多 只有一兩種顏色 給你選擇 都是黃色的 那一塗上去的時候 不單是顏色上面 那個色階分 就是軟了 如果我怎麼說給你聽呢 即是你的皮膚 塗上去之後 那它就會是 你的皮膚不夠它那麼白 是啊 但是呢 它又會透回你本身的底色出來 嗯 所以就是一折折 是的 除了白了之餘 是有少少大灰 我真的像藝妓色一樣 是啊 是啊 對啦 那都不是那麼好的 但是相反 如果是一些白種人 他們皮膚是白淚透紅得很重要的 或者是你有沒有見過一些澳洲的女生呢 那些皮膚是直接粉紅色的 澳洲女生 是啊 是啊 所以你都很粉紅 是啊 那粉紅色的話 那 看上去 那可能是 如果泰國粉紅 有少少像雙相 是啊 尤其是曬完 有時候真的整個臉都紅了 紅了 嗯 是啊 那所以呢 有時候看到一些 剛剛那些的化妝品 他們是偏黃色一點的 不會 白白地色 對 就會看上去皮膚是健康一點 沒有那麼紅的 其實好像是調整顏色的 是的 那通常就是 黃的我們吞紅一點 紅的我們吞比較米色一點 我看到白人或者比較白的女生 很容易有很多醬瓣 對 那其實會不會是粉底有些可以幫忙 可以遮到的呢 粉底其實就是 你可以理解為是一個大範圍的遮瑕來的 嗯 那塗了之後呢 是會有些幫助 但是 一般呢 我們又不會 嘴巴是一種瑕疵 哦 是嗎 其實嘴巴是一些個人的特性來的 是啊 那些外國的模特兒 那些是鄭壽文的 那些 其實嘴巴呢 看起來呢 會帶出一個感覺 是很陽光 很活潑的感覺 所以呢 我們 如果不是客人要求的話 我也不會刻意遮瑕 嗯 哦 反而是一個人的個性來的 嗯 如果真的要遮瑕的話 那有可能 也都不會逐個遮瑕 那我們會用一些遮瑕度高一點 就是大範圍 是的 除非只是很深色的嘴巴 如果不是大範圍一次角遮瑕 那就會比較好一點 會不會塗了胭脂之後 那些嘴巴已經不太明顯 其實塗了胭脂之後 那些嘴巴會明顯 哦 是啊 原來是這樣 是啊 如果你是藝術的人 我完全是答不到嘴 紅光 紅光下面呢 其實會 highlight 還有一些線條 嗯 紅色的東西 那如果呢 有時候反而是塗完粉底 塗完遮瑕 你遮瑕了一顆嘴巴 OK 然後一上胭脂 又會見回來 透過出來 出回來 所以有雀斑的女生 就是如果不想見到雀斑 可能胭脂要遮一遮瑕 就是輕手一點 是的 又或者你是不想那麼煩的 那雀斑 你是配上橙色的胭脂 是的 會帶出一個很陽光的感覺 嗯 襯托了雀斑出來 整件事是很活潑的 對 我想問一下 今年呢 我聽日本方面 很流行的一個叫醉酒妝 哦 不是這樣做 是的 我就是覺得他們是化到這個位置 是反 反袋底的位置 開始 是的 但是其實試過上面呢 會轉移了一個拳骨 向上提升 好像拳高了那樣 是的 面會是拉長了的 其實這個效果 哦 不過就不太適合有眼袋的女生 就是會不會亞洲人 就是有時候他們想拉長一點的面 嗯 其實呢 這個應該不是他們最主要的原因 因為呢 其實醉酒妝這件事呢 他發明是因為想 嗯 我喜歡你的名字 是的 看起來 剛才那個女生呢 好像呢 喝醉了 剛剛睡醒 那種感覺 哦 融欄的感覺 然後呢 就產生了一個呢 憐憫的感覺 哦 想保護他 其實是這樣而來的 我有一些這樣的故事 有的 那些男生見到 就馬上好像宅男的 就很喜歡 會不會呢 但是 我又訪問一下 其實對於男生來說 他剛才已經說過這個名字 很吸引 但是你看到那個妝 其實你會覺得做什麼 其實我沒見過的 但是我聽到這個名字 很吸引 你看看化妝師都 摺影師都看著我在 哈哈 就是你聽到這個醉酒妝 這件事好像很吸引 那但是其實 我覺得 其實化妝呢 有沒有一些東西是很classy的呢 就是有沒有一些妝 那些妝是 譬如我 譬如 瑪麗田夢露 或者 阿德尼夏萍 那些妝 那些妝 就是我們現在看呢 都會覺得很classy 很漂亮 很經典 對 有沒有一些化妝的手法 其實是很經典的 就是 三四十年都會不變 但是 譬如你說 現在所有說的 什麼韓風啊 歐美風啊 日風啊 那些 就是可能你過五年前 五年後 看 那時候會化妝 化到這樣的 就是有沒有一些很classic的 規則 一定的中心 或者classic的東西 就是會漂亮一點的 其實 最classic 一定是smoky smoky eyes smoky eyes 是最流行的 是的 但是是細化為 smoky 細smoky eyes 是啊 是不是冒化了那種 是啊 其實你會看起來 是自然的 如果一個範圍 你維持得不太大 貓女的那些 嗯 還有 如果有一些很classic的 裝飾 你通常是見到 在 銀幕上面 或者是 媒體上面出現 嗯 你都是過鏡的 如果真人看起來 都挺厲害的 嗯 其實是 很多時候我發現 他們做事的那些裝飾 如果看真人的時候 是很濃的 是啊 是啊 那如果你說 是一個細smoky 的話 又可以令到眼睛 是大了 嗯 但是感覺上 又不是太誇張 所以呢 很多時候 你看到 其實連連都是 有 這些女生都是有 smoky 這樣化出來的 嗯 但是感覺上 你是輕手 還是重手 嗯 眼線的畫法 有沒有關係呢 會不會有一種 是特別耐心的呢 嗯 其實這個就好看眼影的 如果眼線的話呢 你畫濕一點 又已經的感覺不同 畫長一點 或者畫低一點 感覺又已經不同 對 那你說輕 這一陣子 其實呢 今個秋冬 是會輕 一點點 是向上戳的 又輕回貓眼的 嗯 又輕回貓眼的 是啊 連眼影一起貓 將會 那眼影是流行什麼顏色呢 將會 今年就會比較流行 一些藍藍的顏色 其實 是淺還是新的藍色 深藍色 你見到其實今年連臉色都流行 藍藍的顏色 是啊 是啊 還有一些比較傳統 我們冬天會用的顏色 例如銅色 黑色啡色 就是黑色的顏色 嗯 其實是哪一個決定 今年的潮流 是有什麼風格的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一班化妝師 或者是髮型那些 他們設計了一些妝出來 然後你就會在網上廣泛流傳 突然間又會爆出來 嗯 是的 或者是一些高端一點的 fashion show 他們是會 每一季有些不同的衣服 潮流 配合一些妝 髮型 這樣就會變成一個潮流的指標 嗯 是的 在今集好像很多話說 因為他們兩個女生 基本上我完全差不多 很開心 很開心 那麼 也都 Natalie今天呢 我知道她 她很犧牲自己 她沒有化妝地上鏡 雖然已經很漂亮 其實不化妝也很漂亮 對 因為待會兒我們會請丹丹 幫Natalie化妝 更加認識一下不同的化妝技巧 或者有什麼提示給我們大家的觀眾知道 但是到最後其實有一個問題 我就想問一下 或者坦白說 現在很多女生 或者很多人都會說 我是一個化妝師 或者我懂得化妝 化兩下妝 就上網 YouTube教學 其實你怎麼看這件事 因為有 就是給人的感覺 會覺得 哇 又是化妝師 你又是化妝師 好像人人都可以做一個化妝師 又或者你有什麼專業資格 大家對這件事不是很認識的 那你去怎樣看化妝這個行業 或者怎樣可以建立自己的影像 更加好一點 嗯 你說如果是很多時候 見到 每個人都說自己是化妝師 嗯 那一般化妝 學完之後 還要一段長時間去修煉 嗯 這是真的 嗯 因為你要是真的 就是憑自己經驗 或者不同的人 對呀 因為你始終化妝 你不是下下化到自己的臉上 嗯 你是要化妝去不同客人的臉上 而每個客人 他真的在世上 他只有一個 嗯 一定每個人都是不同的樣子 是 唯一就是接觸多些不同的人 嗯 他們的樣子是有什麼不同的 你是能夠是很及時 是能 即是美化了他的樣子 嗯 嗯 而且都需要在一個很長時間 經驗去堆砌出來 你接觸多一個客人的時候 你又會發覺 哦 原來這樣化是漂亮的 嗯 然後可能有些客人 他有些相似的地方 嗯 你就可以用回到下一位客人身上 嗯 其實已經是腦裏面 有很多不同的技巧 你是曾經化過 寄了在裡面 就不 如果你說是純粹化在自己那裏 然後放上網 其實你化來化在自己的樣子 嗯 未必是看那個人 他的樣子上是需要的 嗯 所以就 但是你說學過風格的話 是OK的 嗯嗯 但是如果你說實實實實 真的想是要做化妝師的 那可能就除了學一些正規 有監管的過程之外 嗯 還要學完之後自己再出來 找多一些不同的人去面妝 嗯 或者跟你學 都可以 對 就很多機會practice 是啊 男生現在很多都會化妝 有的 男生會不會自己走過來跟你學化妝 哎呀 我一直就是想你說這句 如果你在節目開始之前說這句 我打算說 那不如你幫我化完妝才上鏡 這樣 可惜你到最後才說 這樣 實在太遲了 嗯 那 那今天呢 我們訪問就差不多了 但是呢 我們還會 想找阿丹丹幫我Letterley化妝 還有分享多些技巧的 我們待會再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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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